大家好,我是皮鴨 在2012年的時候 丹麥的性格演員麥斯米基辛 就憑著無妄的冷面演出 贏了當年的康城影展影帝樹榮 那時候整個歐洲的大光燈都照著他 認識他的人固然替他高興 但不認識麥斯米基辛的人 就會問究竟他是誰 他的出身其實都頗有趣 看他在模仿裏面大大舊 又有些男生的造型 又有誰會猜到 其實最初他是一個體操運動員 之後更神奇 讀了芭蕾舞學校跳了十幾年 再之後才讀表演學校 然後才正式拍戲 這段這麼有趣的人生旅程 其實都可以跑步自轉 早前他就在尖士邦片 王家賭場裏面做的大監角 就很多人都認得他 最近他還做了美劇 《沉默的羔羊前傳》的主角 搖身一變變成國際巨星 Movie Movie今個月份 就會找了三部他的電影給大家看 大家就可以看到他近十年以來演技的變化 用Dogma手法拍攝的丹麥電影 迷失芳心 Open Hearts 很值得大家重溫 這部電影很奇情 除了可以看到墨斯米基新的演技之外 影片的故事和導演風格都很吸引 故事就關於兩對夫婦 其中一個女人 有一天開車不小心撞到另一個男人 男人重傷進了醫院 而主診醫生剛好就是開車女人的丈夫 但是故事的焦點慢慢就開始轉移 重傷男人的太太 竟然和主診醫生展開了一段關係 究竟是純感情的關係 還是報仇的關係呢 這部電影由愛有新世界的金像類導演 Suzanne Baird拍攝 簡約又注重內心的手法 在丹麥都有幾高的評價 這部電影沒有在香港正式上映過 但是Movie Movie就有得看 大家要留意了 在柏林影展贏了最佳編劇丹麥電影 王家風流史 是麥斯米基辛 另一部近期有份主演的電影 他在電影中 這麼巧是做醫生 不過換了另一個時代 這部電影回到十八世紀 剛好嫁入皇室 又青春又美的丹麥皇后 頂不住那個又自大又狂妄的年輕國王 剛好在皇室裡面 又有一個穩重又有學識的醫生 這個醫生就是麥斯米基辛 他不止是醫生 還涉症 不止涉症 還跟皇后發生了一些事 究竟是甚麼事呢 王家風流史 可以跟迷失方心做一個對照 男生再說 識看一定看模仿 麥斯米基辛 能夠拿到康成影帝 絕對不是偶然 他不是偶像派 但其貌不揚反而更寫實 正如《模仿》這部電影 演得好是固然的 但戲中的角色和遭遇 其實很適合由麥斯米基辛去做 這一點就更加肯定了 麥斯米基辛的樣子 看來又好像戲中的角色一樣 太討好的 無妄講一個被學校屈他非禮女學生的代課老師 但男主角勢不低頭 就算被全部人杯葛 他都要證明自己清白 這部電影真的拍得很有劇力 也看到人很替男主角緊張 這部丹麥片拿了很多國際獎項 包括提名 奧斯卡最佳奧的編編 不一定喜歡麥斯米基辛 或者對他有興趣 才看以上講的幾部電影 其實透過這次回顧 反而給我們一個機會 看到一些有質素 而且手法不一樣的丹麥電影 可以擴闊我們看電影的世界 再次回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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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回顧客